这边的最后一组的比赛 虎狼队小玄 左边蓝色的冲突 来自MBC HERO战队的 HVN小玄 右边绿色的神速选手 海特这么说的话 今天海特战队来了三个人 不错 大家可以一起来一起回去 也是互相都没有碰上 所以说合并了以后 有队伍实力强 各季联赛能出这么多 都挤在同一天里了 火狼小朋友这边 二框叔放水晶 这边是正常的双开 似乎是这张地图的一个 二框叔的神族建筑学 比在堡垒上面要舒服一些 没有太受到这两个 讨厌的重玩的影响 这边虎狼发现了重做房子以后 马上转向 非常的聪明 背后我们的小权同学 这个卵鼓起来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什么大局啊 11地狗池 那个房子没有造好 怎么会突然鼓起一个卵呢 我们这个一般造的九个农民 那时候造一个房子 是吧 房子造好之前是不可能 可以鼓起一个卵的 它是八农民造的房子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哈 我们的小玄居然是八农民造房子 这个非常的奇葩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个的话 一个八农民造房子的 这个应该是十地 十地狗池 虎狼虽然是感觉莫名其妙 但还是先放了基地 这个叫做比欧九地 更奇葩一些的开局欧十地 诶 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 这个调形码是干嘛用的 这东西经常能够看到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干嘛用的 也不是调形码 这个是类似调形码的一个码 这边成功使用了一个 三框三级地开局 那么虎狼方面是只造了 一个地堡 就放下了兵营 哦 他是把这个路口 暂时硬的先给堵的比较死 当然死要的是可以过的 但是龙奇就过不去了 等到龙奇想出门 的时候再把这个虫网给打掉 啊 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想法 就跟那个 就跟 类似的是有地图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赛点 Match Point Match Point 那个二框有水晶嘛 也是你可以把这个水晶踩开 然后再两周期是走出去 也是看到了对手只造两只狗 虎狼比较 放心 只造了一个地堡 但是 毕竟这个路口的话 还是有很多缝隙的 如果农民活的时间不长 那这一个地堡还是很危险 不过西边虎狼小朋友的农民操作不错 活的时间是蛮长的 还是被喷死了 哦 虎狼小朋友的一个斯拉 已经赢了出来 看就两只狗 你去打一打一打呀 跟他操作一番 啊 不操作 我回家 我回家了 主郎的BY是已经介绍完毕了 机场应该是修在了竹矿处 VS之后没有看到VC 那这样的话BF可能再转啊 再转个一弓 然后再放下VC 也是没有看到 没有再转 VR VSVR开局 在这张地图上面使用这样的一个打法 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被迫自己是必须的要跟对手 争夺制空拳 海盗船升级一攻 可能也是由于这张地图的这个 主况的一个地形导致 所以说认为制空拳非常的重要 有了制空拳 你是可以防守对手的飞龙 也是同时可以防守对手的飞龙 非常的有用 所以说为了这个制空拳 火狼小朋友 毅然毅然的选择了VSVR开局 也是发现这个地图所有的两个重满和墙之间是没有缝隙的 怪不得是 如此坦荡的一个建筑学 只造一个资料的 然后把缝隙一堵 这个地这个地形就比堡垒要舒服多了呀 全族就再也不怕前期重途的这个溜狗了 即使只造一个地方 但是缝隙非常的小 哪怕没有资料的用用农民都能堵的要重途 没有任何的想法 我杀了两个房子 这个时间一般重途藏房子 是不会给这个海盗船太轻易找到的 但是我们的火狼小朋友 或者说是小玄的藏房子能力还是差了一些 哎 哎 这 那火狼小朋友突然拉走了 这种VSVR开局的话 在这个地图上面 确实是有一些骚扰空间的啊 重途这个防守面积太大 用口脸来防守很被动 但我想 作为神族来说的话 还是这个尽快的把这个三框看出来是比较好的 哎哎哎 哎呦 这太挑衅了火狼 太挑衅了太挑衅了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欺负人家老实 这边是一个复古的卡尔流啊 今天复古战术是看到的比较多 这边同队也是人家闹了 看到了火狼的 开始补充了兵营和放下了VC 这边真的是一个卡尔流 现在就是虎狼的这第一波海盗船带金眼虫的一个酱油 会不会被海盗 会不会被自杀莫名其妙的把鱼术机给装掉 经常有神族在使用这招的时候犯这个错误的 就所以后面完全没法打了 海盗船被撞 撞掉了吗 没有看到 看来是撞掉了 诸飞龙 诶 这个想法不错 这边放5G了 四肃哥记得想象是一个3.5G的开局 5G的强行 诸飞龙 这个有一定难度的 不过好在是刚刚他那个自杀也是撞掉了一个海盗 现在虎狼的一公应该是生好了 但是因为被撞了一个海盗 这个也不能够出门 其实这个第一时间海盗出门是很重要的 也直接进行一些侦察 好直接带艺术机来 这个艺术机好像也已经提出好了 哇 但是冲突在主况是有一个地堡的 我们自杀自杀自杀 哎呦 这这个这个剑亚虫头的哦 直接是有贼浪特在这边吸收攻击输出 所以强行的攻头 那这边剑亚虫 哎呀 人家已经身体好埋地了 这剑亚虫是这么白白的送掉了 火狼的这一波有点草率 原本来说就应该是海盗山一公好的时候 先出去大大将就侦察一下 所以说这一波莫名其妙的呀 还是应该 老老实实的去开三框 哎 一招失败 满盘皆输啊 被人家撞光了吧 这样子火狼的机场被控制住 这也是再也没有对空了 只能靠提出责老特去进行压制 要喜欢方便清晰云 那是非常顺利 居然是已经早早的补到了三框六基地 也是防守这波没有运功的责老特的话 比较的容易吧 只要 哎呦 哎呦 这个罗鼓起来鼓起来对 哎呦还是有缝 太可惜了 没有说把这个路堵住 把这边再次的使用埋底大法 来应对这波沙冬民的责老特 火狼希望用这波责老特能够帮助自己 把主矿的防守布置完成 但是难度很高啊 他得补至少五个地宝吧 或者补充三个地宝和一个白球 也是可以的 哎 哎 你这 你这两个地宝就没得合机会了 还是要被人打 不要升级海盗有移工 但是人家的飞龙也是 应该现在有移防了吧 有提前升的话 现在是肯定升好了 毕竟是想用这种飞龙打法的话 没有理由不升级移防 现在应该也是有了 好 强行的进行骚扰 哎 但是这边强行的在打基地 这显然是打基地的一方更爽啊 女主机 虽然说提了速度 但是这个飞龙回防 马上女主机还是要掉 对 这边有自杀追就行了 飞龙就没有必要回防了吧 哦 被两个贼道的稍微骚扰了一下经济 还是要先解决一下 皮奥了呀 这样活了 小朋友的第一场比赛 就已经是巨亏 对手 怎么着 你在怎么骚扰 他还是六个基地啊 这相补农民就瞬间补上了 而火狼这边的话 第一个白球也损失了 大量的海盗船 以及是 德奥特也送掉了啊 运输机 加金亚虫也给了两对了 对手 对吧,这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这就是这样的情况 現在是